如果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完全不用做刚刚重复的动作 那我希望可不可以有没有什么程式 直接就可以帮我把那个档案下载下来 最好是104到111年全部也都一起下载到一个工作表 那当然更好了 只是说相对复杂会 程式会比较复杂一点 那有几个方法 不外乎就是说你可以利用那个什么呢 利用就是在开发人员里面有录制聚期 也就是你 你刚刚的那个 我把画面广播一下 OK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 你可以利用开发人员里面的录制聚期 开发人员里面有录制聚期 那你可以把那个动作录下来 不过我后来发现 因为新的版本 他那个下载网络资料的那个程式 非常冗长 录下来发现 哇那个程式好多 录下来聚集 非常的繁琐 所以我找了其他的程式 比较简短 那我也跟各位讲 你们可以把那个程式当成是一个范本 那只要改两个地方 其实就可以把资料给下载下来 至于要改哪些地方 我们待会来看 所以一个方法是用开发人员里面录制聚期 把你刚刚做的动作录下来 那一样可以达到这个城市的目的 只是说因为录下来城市太冗长了 所以我们在想别的方案 那什么方案 所以特别是第一个啦 你一定要先把开发人员打开 那预设当然不会打开啦 所以记得从箭头的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这边一定要打勾 OK打勾开发人员才会出现 或者是说从档案的选项 这边好像一个选项 选项里面一样可以制定功能区 一样有开发人员 可以把它打开啦 OK 那接下来如果说呢 我要去下载那个108年的话 那我假设我不要用第一个方法 也不要用第二个方法 我希望呢用更快一点的方法 那这边的话 其实就是你们可以用录制的啦 不过录制我觉得不太OK 所以呢我在云端上面 所以待会请你们在云端上面 找一下有一个一段城市码 那你请你把它贴到那个 我们的VBA里面改一下就OK了 那哪个地方你们可以找一下 在云端白板第一个单元里面的第几页 第七页地方 第七页你们待会找一下 第七页就是卷轴在这个地方把它卷到第七页 然后呢第七页里面呢可以看到有一段城市 那其实主要是利用有一个物件叫做query tables 这个query tables其实 其实顾名是query是查询的意思 那tables的话就是表格的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说他这个物件主要的目的就是说如果你假设有资料在网路上他可以帮你把那个表格找查询到之后并且帮你把它放到exale的意思啦 OK那怎么做 基本上底下你们待会可以把程式从sub 复制到end sub 反正头在这里尾巴在这里就这一段 OK然后呢 我们第一个找到第七页的这个地方sub叫做台电用电统计下载然后到end sub Ctrl C OK 第二步的话呢 请你把它贴到 我们的城市里面哪个地方呢 你就开启开发人员的video basic 然后呢如果你里面假设有模组你就贴到底下就OK了 如果没有模组请你一定要记得插入一个新的模组 然后把它贴到新的模组也可以啦 你要另外放也可以 你要放一起也没关系 OK那我把它分开放好了OK OK好 那接下来你只要改两个地方 可以注意 第一个的话 各位没有看到 这边的话 其实第一行就是清除旧资料 所以如果你执行的话 他会先把旧资料清 也就是他这个地方没有自己帮你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你要手动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 下载108的话 那你 首先你要手动先开一个新的工作表 把工作表名称改成108 把它放前面好了 OK好 所以先开个108 第2个步骤 把程式贴过来 然后呢 里面有两个地方要改 第1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请你把它找到那个 108年的 那个连结 108在哪里 108在这里 然后呢 这边有个连结 就这一个 复制一下 贴到 这个位置 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封号一直到 后双引号的这个中间贴上 OK就这边 意思说把原来的网址 盖掉就对了 第2个的话呢 确定底下这边有个65001 有没有 如果那个资料是 UTF8的话 那就用 这个 这边说 如果他上面显示的那个资料 假如是 编码方式是UTF8 那你就用 65001 可是喔如果他显示是BIG5的话 记得你要用950 这个可能要 记得这个相对应的关系 所以喔因为他是BIG5啦 如果我今天没有改这个 有没有这个讯息 没有改的话 我们先执行给各位看 他应该会下载 可是下载应该是乱码 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OK 下载了 但是因为我PATTERNFORMS 编码没改 所以他下载下来 他这个时候其实他会去连那个 我们提供给他的网址 然后去把资料抓下来 OK OK 不过因为 台电的资料好像蛮大的 大概有好几Mb 所以有时候会跑得比较久一点点 记得啦 如果假设乱码你就记得改一下 要不就65001 要不就950 OK 那请各位 先试一下 热门跑那么久 太久了 OK 那待会把它改950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来试一下